诸葛亮为什么要娶一个丑女 按照史书中的描述来看 诸葛亮长得英俊帅气又才华 如此完美的帅小伙 为何愿意娶一个丑姑娘呢 莫非是谁没有问题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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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像诸葛亮这般 一没钱二没地位 纵然再有才华 要挤到上流社会的裙子 也必须要有平台做依靠 这个黄小姐的背景就特别的硬 父亲是京都名士 黄承殿 首颜有彭筒 司马辉 徐树的 母亲更了不得 襄阳地区最大豪族裁缝的大女儿 舅舅大姨也都是有权利的人 只要迎娶了黄小姐 那妥妥的升至加薪 走向人生的巅峰了 朱葛亮常把自己比作观众 她的目标就是做大事业 除外色相迎娶黄小姐 就是想介入皇家来发展自己